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又是我馮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今天我就是在天空之城里面的地方 一间咖啡馆 和大家做这个评论 大家看到我的背景 究竟天空之城在哪里呢? 当然你对内地的地理有认识 你就可能知道 究竟我身处在哪里了 好 言归正传 讲一下现在我们香港 大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抗疫 大家会知道 在这个新冠肺炎 潜入香港近一年里面 我们特区政府 又坚决不肯做全民强制检测 9月的时候做自愿检测 由于黄丝的波浪 所以那个反应就不太好 700多万的市民 就只有170多万去自愿检测了 而其中据说有不少的外用 好了 我们特区政府的官员 就是为官备视等运到 运就终于等到 就是有疫苗面世 但是第一批来的疫苗 就会是内地製造的 接着第二第三批 就会是在德国和英国製造的 这样黄丝就立刻触动了神经 这时候KOL就大大声吵 就说事 就说检测都是小小入侵性 但是疫苗就全面入侵性 你的身体 所以呢 他们就很大反弹了 特别是对内地检测的疫苗 又说数据不齐 又对内地监管制度没有信心 总之涉及内地两个字 涉及中国我们国家两个字 他们就很大的反弹 很多借口 但是其实你看回呢 他们很崇尚的欧美的西方的疫苗 其实 一样是出现一些问题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回来就是 比如美国辉瑞的新冠疫苗 在英国有接种者出现过严重过敏 美国有接种者出现棉坦 英国牛津的疫苗 实际群体有限性是62% 而此前的星星有限性是90% 好了 美国强生的疫苗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出现 未能解释的疾病 所以暂停了临床的测试 所以我想说回就是 由于新冠肺炎 是我们人类从来没见过的一个新病毒 而很多西方的国家 他们为了不想牺牲一些 小小的所谓人权或者自由 他们的禁足令 那些居家令 就做得不够彻底 于是就不能够像我们国家那样 很斩廷切叠的 斩断传播链 于是他们就只能够靠疫苗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对疫苗的审批 其实是加快了那个步骤的 所以假如用黄絲的逻辑 他们说内地的疫苗监管可能有问题 其实正正是西方对疫苗的监管 包括他们自己承认 比如美国的食物及药品管理局 是加快了那个审批步骤的 通常一种有能够打入人体的药 一做大概做十年的试验 但是呢 这次一年都不到的货仔 就说尽快会出街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呢 新冠肺炎呢 它这个病令到整个 第一它来世洶洶 比如在美国很多人受感染 几十万人死亡 更重要是令整个经济瘫痪了 这些事情呢 他们为了尽快复苏经济呢 就希望透过疫苗呢 就可以压止住病情 压止住传播 就不用用一些居家令啊 禁足令啊 这些可能少少要牺牲到 个人自由的方法去处理 我们香港呢 就好学不学 就说要崇尚欧美呢 就轻视内地呢 就用这个方法 那也希望等疫苗 但是呢 最快来的疫苗在内地的时候呢 黄鲜的KOL呢 就立刻彈起了 立刻在那里抹黑了 但是其实 它们是双重标准的 因为 就算是美国 英国出的疫苗 同样是有这些瑕疵的 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要快 刚才我讲了 为什么要快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政府的处理呢 第一 现在是做得快是对的 第一是免费 第二是自愿的 但是有两部要做的 就是第一 第二部就是说 要尽快澄清这些情况 要直面这些黄尸KOL的抹黑 網上的抹黑 特別是社交媒体的抹黑 大家不要忘记 去年的反修例运动 那个动员力 其实就是来自网上 网上的谣言 是传播 比这个新冠肺炎的传播 可能更快更恐怖更严重 第三要留意的就是 现在政府的做法就是说 既然疫苗一到呢 特区的政府的问责官员 会带头去打 新鲜事出 这个做法是对的 值得加许的 另外呢 就是长者和医护 因为他们是高位群组 长者就因为容易人犯病发症 医护是因为他们经常接触 不同的新冠病人 但是呢 香港正正就是一批黑心医护 他们已经公开说了 坚决不肯接种这些疫苗 而政府也说了 你不可以选哪种疫苗 于是呢 这班黑心医护呢 我绝对相信呢 下个月 一月的疫苗来的时候呢 或者二三月开始 可能有其他疫苗到也好呢 他们会坚决不肯打疫苗 所以令到呢 我们这个围观备视等运动 运动呢 最终都是不到 因为不能够透过疫苗 去压止病情 因为不能够透过疫苗呢